所以人字考評的話不管是這一個 1 2 3 反正就黃色的區域做完 那最後做兩個按鈕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黃色這個單位 那單位應該是什麼呢 其實你不知道可以切到這邊單位 101 所以應該猜得出108 所以這個應該用 如果把108帶過來的話 那你應該用哪一個函數呢 MID 有沒有 中間 這個編號的第幾個字 1 2 3 所以輸入第三 那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所以用MID這樣就可以取得108了 有沒有 這個編號裡面的第三個字 取三個字 按確定 那單位就做出來 所以第一個就得分了 不對 單位還沒有 不是要叫你直接填108 而是要叫你把108是哪個單位查回來 所以第二個你還要再把 用什麼 用什麼 用那個所謂的VILU函數 去查什麼 查108到底哪個單位 所以108先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再把公式剪下來 貼到那個我們前面講過那個什麼 查閱語參照 很重要一個函數叫VILU函數 然後呢 查的話就是查剛剛這東西 所以把它貼上 108 去哪邊查呢 去單位 那單位的話呢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那個單位已經幫你建好了 這個名稱 所以你不用建 你只要按F3 所以記得按F3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剛剛那個單位 所以你這樣切過來 它會切 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那你要把第幾欄的字號帶回來 我要第二欄 這個中文的這個名稱 所以2 那要不要找相接近的呢 不要 不要的話就是0 就是如果找不到 不要啦 一般都是輸入0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查完了 那第二個的話 主別 主別的話呢 是什麼 如果不知道也沒關係 主別的地方切過來 然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把那個 這邊看一下 主別裡面好像是ABCD 這邊ABCD 所以應該是這個 這個好像記得是第七個字 所以一樣 兩階段 1先用MID 最近使用過 我們這邊有 2的話呢 找這個編號裡面的第七個字 那因為ABCD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所以第七個字 找一個字 得到A 那它不是說查到A而已 而是要 叫你把這個A的後面這個帶過來 所以其實跟剛剛一樣 所以把公式減下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V的函數 把這個公式貼一下 然後去主別裡面查F3 查主別 OK 那主別裡面的話呢 我要第二欄 然後 輸入0就可以了 好 跟剛剛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直接做 然後向下填滿 那升等的話呢 好像就第一個字 升等部分 不過升等的話呢 這個第一個字 它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第一個字 不需要用MID 因為MID是中間 那如果第一個字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從左邊 左邊就是LAPT 所以LAPT 這個編號裡面的第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OK LAPT比較簡單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1 是這個文字1有沒有 所以這一題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這個文字1 那升等裡面的這個 它的第一欄是數字1 所以這邊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就是說你還需要把這個文字1 轉換成數字1 所以請你在LAPT外面包一個VALUE 其實在LAPT前面打個V就出現了 VALUE就出現了 然後前括弧它已經幫你打了 所以我們只要再加一個後括弧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有什麼差別 跟各位講一下 它其實這個VALUE 主要是幫我把這個文字1 轉換為數字1 OK 因為你想說 老師那不是看起來都一樣嗎 對 眼睛看都一樣 但是呢 Excel看就是不一樣 他就認為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如果沒有做VALUE的這個動作 就直接去查 比如說我沒有做 你就去查什麼 查剛剛的那個組別的話 你就把它 最近什麼用VALUE環數 把這個東西去查 貼到LookupVALUE 那查什麼 查深等 所以F3 深等的話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深等我看 深等一樣是1、2 一樣是要第二輪 把第二輪帶回來 然後要不要找接近 不要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這邊有1 應該是住專 住專帶過來 可是喔 其實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你會發現 住專的前面這個1有沒有 它前後並沒有什麼 這個雙引號 如果沒有雙引號的話 那在Excel裡面 它就會認為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認為找不到 所以出現的話就是 錯誤訊息 那什麼叫NA 就是Nots 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怎麼辦 記得喔 請你在那個什麼 只要在Labs外面 先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現在再打也可以啦 V有沒有 VALUE 然後呢 記得前刮弧 加在Labs前面 後刮弧 加在哪裡呢 加在Labs後面這個 把它刮起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把它取得的文字轉換成數字 打個勾就可以找得到了 差別在這裡喔 那這個主要是 這個Excel看的 跟我們看的是不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考核 考核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這三個成績 相加除以3 或者把它平均都可以 那甲應該是幾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應該是有個什麼 有個等級吧 那等級部分的話呢 這個是考核 這個是考平 所以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成績算幾分的話 那一樣嘛 就是用那個 這個什麼呢 VALUE函數去查 查什麼 查這個成績 它應該是 所以要把這個甲 去哪邊查F3 它應該是什麼 考核吧 OK 不是考平 然後呢 八價 應該都是在第一欄 那把它的第二欄資料抓回來 那不要找接近的 這樣我們就查出 它85分 就按確定 那一個成績 再加第二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 其實可以拿這個複製 所以把它複製之後 再加第二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的話 就是這邊改 改這個 然後再加第三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的話 你可以拿這一串 一樣複製 一樣在貼 然後把這個 改成這個 但是後面的話 就不是烤雞了 應該是烤平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本來是烤雞 按F3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烤平 因為它有兩個等級 記得把它們相加之後 除以3 可是記得要先加 所以記得在外面先加個刮弧 先幫我把這三個成績加起來之後 後面再除以3 這樣就平均的 1、2、3 三個加起來之後 刮弧除以3 那就是它的分數了 向下填滿 並且把比4成績 比4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裡 比4 這個3 所以它這邊有公式 這個乘以0.3 這個乘以0.7 所以你可以講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 上面有寫 30%就是0.3 再加上 這個成績乘上0.7 那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比4成績 有沒有 這邊上面有它的佔比 向下填滿 那最後合計 其實跟剛剛這個做法一樣 合計的話就是 等於 它的成績 這邊有 60% 所以乘上0.6 再加上什麼呢 它這個成績乘上0.4 OK 就是它的合計了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說 每一個員工 它的加權分數是多少 OK 那最後排名的話呢 就是高分在上面 低分在下面 所以最後的話 再利用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函數 叫rank.eq 這個可能還是要記一下 如果你要做排名的話 那記得是在統計裡面的rank.eq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找到R開頭的 有一個叫rank.eq這個函數 然後呢 就跟它講說 它的成績 第二個是它全部人的成績 所以先選這個M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喔 然後呢 按確定之前 請你在這個範圍的3跟40前面加錢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向下填滿 所以為了向下填滿 不跑掉的話 所以這個範圍記得一定要鎖起來 那再來就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 總共1 2 3 4 5 6 7 這七個公式 那至於細節部分的話 當然影片也有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在雲端上面 也有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公式 這邊其實上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